为了改善例行产业道路,发祥村入口处到瑞岩部落道路的情况 县长林明珍与县议员廖文贤日前到瑞岩部落进行施工规划说明会 林县长表示,由例行产业道路行车到离山,可以节省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且延续有许多农产需要靠例行产业道路来运输 今年来在廖一元的关心之下,例行产业道路前段已逐渐在改善 剩下的发祥村道路人部落部分,也希望在年底来发报施工改善 保障农民农产运输能够更便利 从走立行产业道路到离山,至少可以省下一个小时的时间 尤其对我们农产运输是更重要 尤其我们立行产业道路沿线生产的蔬菜水果、茶叶相当的多 所以这条道路没有做好的话,给我们这两千多位积民带来非常变 剩下39k到53k这一段部分,我们大概要在今年年底把它改善完成 那么整条产业道路就失措得非常完善 县应员廖文贤表示,县府今年争取到经费 来改善发祥村道瑞园部落的道路 相信在整个头89线道路改善之后,将来道路农产运输以及通行有很大的便利 并且在挡土墙以及民隧道施工完成之后 也能够解决立行产业道路一崩塌以及路面破损的问题 我想这个头89线路面的改善以及这个我们这个发祥村两岸道路的改善以后 将来对我们村民的不管是农产品的运输以及教宗的便利有很大的帮助以外 如果这个工程前面的施施完工以后可以改善我们整个头89线 立行产业道路的整个路面的这个破损以及便坡以及崩塌地都会头三的给予解决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林县长自上任以来就非常积极改善立行产业道路 也期许在年底全线改善完成之后能够彻底解决立行产业道路一崩塌的问题保障庸路人的安全 记者陈伟一仍然相采访报道